Driving Circles go me sick of the weather Heather gray fell asleep in my sweatshirt I need the world and make a new one to get the 嗨大家!這週的影片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以及實測一罐我最近用到非常喜歡的精華液 也就是蘭蔻的極光精華 大家應該對蘭蔻的極光水比較不陌生 然後這一罐呢是他們同個系列全新推出的超激光盡量蛋斑積萃 也可以叫它激光精華 主打的呢就是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肉眼看得到的美白跟蛋斑 類似那種居家皮秒的概念 我自己前幾個月收到的時候就已經實測過了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已經把它用到剩下這樣子不到一半了 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歡 這次拍這個實測影片之前呢 我就先停用了三到四週的時間想說跟大家一起重新的來見證一下 那到底能不能在短時間之內蛋斑跟美白 先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瓶身 我覺得瓶身非常的漂亮 是這種霓虹光感的感覺 然後它的蓋子呢是有做特殊低管的設計 只是要把它蓋子轉開來就直接吸取好一管的用量 擠在手背上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呢是那種流動性非常非常好的 帶給你保濕度跟水潤度 但是又不會不好吸收的 它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我覺得如果在夏天那種天氣很悶熱的時候使用的話 油肌或者是混合偏油也不會覺得說太過黏膩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它裡面的成分 裡面包含了首創高濃度15%的淨量激光換膚科技 首先呢就是10%的二代果酸 主要功用呢就是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比較細滑細緻一點 皮膚的整體也會看起來更淨透 可以幫助一些你臉部的暗沉啊 或者是一些瑕疵斑點等等的淡化 大家可以想像成是幫臉部拋光的感覺 而且我自己本身的肌膚是比較敏感一點點的 尤其是在兩頰的地方 我在使用它的時候 兩頰這個區塊也完全不會覺得說太過刺激 再來的話就是5%的菸檢西安 主要就是可以幫你淡化一些肌膚表層的斑點 阻斷黑色素的生成啊等等的 也可以強化你皮膚表層的健康 另外裡面呢還有2%的山毛舉牙萃取 可以幫助肌膚更穩定 然後由內而外的強健跟柔嫩 我自己使用的時機就是我白天跟晚上都會用它 然後會在洗完臉跟用完化妝水之後使用 先轉開蓋子吸取一管的用量之後 點在臉頰兩側再按摩全臉 也可以針對一些斑點啊或是瑕疵 比較猖狂的地方加強一下 而且通常我在用它的時候都會搭配極光水一起用 我覺得兩個相加在一起的效果會更好 在接下來這支周的vlog裡面呢 我就會跟大家一起實測一下這個極光精華 然後在最後一天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以及before還有after的照片 一起來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就達到美白跟淡般的效果 早安大家我們今天要去參加Selina的婚禮 然後其實原本呢我不知道她的婚禮訂在4月9號 所以其實我在大概兩三個月前就已經訂好我 4月1號到4月9號要去韓國玩 後來呢Selina就在群組說4月9號是婚禮喔 然後我就想說啊完蛋 但後來我就改機票了 我是第一次改機票耶 之前好像都沒有碰過改機票的這件事 但是我想說一定要回來參加婚禮 然後我們就改成4月8號回來也就是昨天 所以我們昨天晚上才剛到台灣 然後我今天就要去參加婚禮 然後這次Amanda也有回來 她其實4月6號就回來了 我一開始也是不知道她4月6號就要回來 所以我才訂這個時間出國 我剛已經上完化妝水了 然後我現在就來用這個極光精華 這一週都會用它來保養 我通常呢就是會直接吸液管之後 再臉頰上這樣子左右各地一下 白天的話我通常都是用液管 除非我那天臉真的太乾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婚禮穿搭 她今天裡面呢一樣搭了一個黑色的高領 我真的很喜歡穿這種素色內大高領 然後外面這個西裝外套呢是來自Sauces的 是一間韓貨網拍 然後這個是我在好像上兩個月買的吧 所以它現在應該也是下架的狀態 然後我很喜歡它旁邊這個剪裁 它這個剪裁剛好順著吧 口袋坐在這邊 裙子的話我有點小小忘記是哪一間網拍 當然一樣也是已經下架了 它是這種裡面有一個白色內襯的西裝白折裙 它的褶只有在前面這個地方 後面是完全沒有的 後面是A字裙的樣子 這個灰剛好跟我的西裝外套的灰有點呼應到 哇 上面超多人 我們到了 OmFling Fling 欸!欸!欸! 你終於來了! 哈囉!哈囉! 欸!你這... 我剛剛...我剛剛... 我剛剛... 走路皮膚這樣... 對! 這個嗎? 妳要上媽媽當攝影師了 誰要妳當攝影師 欸!我這個! 欸!我那有攝影師啊 你那有攝影師啊 哪裡有攝影師啊 哈囉! 這邊了 過來 很可愛 妳是嗎? 阿蘆好永遠 這邊 她在講笑 妳幫我入瘦一點啊 她臉很小 欸我覺得我這個鏡頭裡面比較小 我自己不會找角度 因為我每次要拍就拍了 我不會在那邊瞧半天 喔妳的意思是說 拆成你的臉真的有變小了 就是我的那個 砰砰的消下去 這邊可能真的好 哇 哇 瓜哥 配音樂 製造一個 叫美 哇 穿美方的嘉人 马姜可 你能有马马 请准备 在実espans 我们先来过过 的月份领导 我们请大家 又给他们掌声 谢谢老爸 一起来个跳舞 拜拜 大家 président dislike 还有 小叶 小叶 爽爽爽 甩拍 甩拍 牠怎麼拍的 甩拍 甩拍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Amber的粉絲們我們敬你一燈 一定要繼續支持Amber 一定要繼續支持她們 Amber把青春獻給你們 你們也把時間獻給她們 還要繼續支持Amber跟808的Podcast 我們根本沒帶路 雖然已經平撥了一陣子了 但是相信她會重來的 嗨 Yay 祝Danny跟Salina有遇害合 有遇害合 好聰喔 我們現在要去跟新娘拍照 好怪喔 等我要去放在俊騰跟美根的家裡面 放在這家增添一點 什麼 玫瑰 玫瑰 這裡要去插眼睛 欸到了喔 很快 這個剪真的很久 大概三小時 你太忙了吧 對啊太忙了 要幫我駕鑲 就回來台灣才有人幫我駕鑲 我已經預想到等一下你們要爆笑 我還以為我又回到韓國了 又開始跳 然後這邊那個人就上字幕 笑 有一些同學已經跳出王才華的感覺 王才華 好 喔喔喔喔欸 你們蠻會的欸 這什麼這這樣嗎 這這樣嗎 啊我才華 這什麼 什麼意思 我覺得美根要學會的 好荒謬 你們好像是單個王才華 單個王才華 我一定會唱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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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個人在剪片好可憐 你到底多想一起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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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旁邊等什麼啊 你就是想來當女虎啊 她在那邊假裝欸美根 哇 哇 欸你這口是做很好啊 好累喔 我還要回去剪片啊 你還知道你要剪片啊 在七點半 嗯 我這個人從大概四點的時候開始剪片 等到現在 我們你看她今天會不會相片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今天下午參加完Selinda的婚禮之後呢 我們下午就去靜騰跟美根家做客 在那邊閒聊什麼的 因為晚上Amanda還要去after party 但是我們幾個因為隔天都有事情 不然就是太累了有工作什麼的 所以呢我們後來都沒有去 我今天玩一整天下來我已經分不清楚 我是喉嚨有點真的痛 還是我是玩到有點沙癢 我剛剛已經卸完妝然後也擦完化妝水 現在就直接來上這個極光精華 通常晚上的話呢我也是會滴兩滴 在臉頰上 有時候會想要加強在鼻翼這邊 早安大家現在非常的早 現在才早上九點半 然後呢我今天要去上一個美甲的課 因為我之前就自己有在做光療 但是呢自己做就是有點偏在亂做 大概知道步驟大概知道怎麼做 但就是做的不是非常的好 有時候不會很平整 或者是紙皮沒有修得很乾淨 所以就想說既然都想要自己做美甲了 那我乾脆就去認真把這件事情學好 所以呢我就報名了一個課 然後這堂課是早上十點就要去上課 一路上到晚上五點的時候 然後總共會上四堂課 所以我這四個禮拜的禮拜一都要去上課 我剛剛已經上完化妝水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用極光精華 然後呢我覺得我今天的鼻音變得更嚴重 我昨天就是有一點微微的喉嚨痛 然後今天的鼻子整個就塞住 但我已經練過的不是確診 應該就是感冒 我這次還帶了筆記本 然後準備包包 我真的有一種要回去學校上課的感覺 有點好玩 因為今天只要去上課 所以就畫了一個淡妝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穿的 今天的上衣呢 是之前在日本買的Supreme的毛衣 它原本有三個顏色 然後我一直在三個顏色之間猶豫 最後選了黑色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 因為我下半身的褲子 蠻多都是淺色的 然後褲子的話呢 是來自一個韓後網拍的選品 這個是蠻久之前我買的 所以現在應該已經下架了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寬鬆的 這種淺色的工裝褲 然後包包的話呢 我就抓了家裡隨便一個帆布袋 把東西全部都丟進去 帆布袋真的是最好裝 在裡面 再次站著 連繫我也是 移動的 都會在這裡 還會不會 還是 我点了鱿鱼羹跟米粉 最后比韩国的食物好吃 我觉得一样好吃 我刚刚已经下课了 下课之后超想吃鱿鱼瓶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吃到 然后就跟米粉说我要来吃 因为他今天刚好放假 很久没吃到鱿鱼瓶 他现在好吃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没假 我觉得很好玩耶 这个课是我自己报名的 然后那个课堂的费用的话 是四堂课总共六万五千块 六万五的话是有包含材料费用的 就是所有所有做一个指甲 会需要的材料费用 老师都是有付的 所以我觉得还算OK 我在上网查过之后 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老师的整个风格啊 还有他的作品 以及他上课的方式 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今天就是简单在学一些剪干皮啊 还有修膜指甲的形状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的 除了我以外 其他三位同学 都是未来想要当美甲师 今天想要搭配这个极光水 其实我刚刚已经洗完脸了 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擦拭 但是我还是要搭配这个 然后再来用极光精华 然后再来用极光精华 早安大家 我今天终于真正的睡饱了 因为今天白天没有事情 所以呢 我就一路睡到了现在 可是其实我 醒的时间也算是 以自然醒来说蛮早的 现在才11点 我今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 大部分应该就是在家工作 然后我想要把一些在国外没有办法处理的信件都先回复一下 然后可能下午可以再剪个片之类的 因为我真的是囤积太多出国的影片要剪 我真是对不起大家 然后今天晚上的话呢 我跟文心还有饭还有马 就是我们之前一起去日本的其中一个朋友 要庆祝饭的生日 然后我们定的是那个小野驴餐馆 就之前我生日的时候也有去吃的那间餐厅 我刚刚已经叫早餐了 然后他现在已经到 今天又吃硬咖啡 因为我真的想不到吃什么 早上有点小美味口 然后我先来保养 用这个极光精华 好像很久都没有拍给大家看我的植物了 他们都过得非常的好 然后BB叔叔在我的房间 这个柜子上面装了三个植物灯 所以他们就算不摆在窗户旁边照到太阳 都一样可以洗光盒的作用 没错超赞的 而且这个灯也会定时的开跟关 像是他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就会开 然后晚上大概六点的时候 太阳下山的时候也会跟着一起关 这个超方便的 我们买的灯是好像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ONF的 我点东西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吃什么 老样子红茶拿铁 我今天点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巴斯克蛋糕 为什么他们家有卖巴斯克蛋糕 因为我好像这次订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店家 他的选项比较多一点 看起来是蛮普通的啦 给大家看 他就长这样 很一般的一个巴斯克蛋糕 暂停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巴斯克蛋糕 因为他可能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所以我现在还吃到一些小小的碎冰 不是那么的好吃 所以建议大家下次可以不用点这个 第一次想要尝试新的东西就踩雷 我刚刚刷了一篇 稍微的工作了一下子 大概有三四个小时 然后因为文欣说他们六点就下班了 所以他们想要再去吃一个北门凤梨冰 所以呢我就等下直接跟他们在东西会合 我陪他们先去吃个小东西吃个冰之后呢 我们再吃晚上的晚餐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今天的上衣呢是女孩之前的自订款 他这个侧边是做这种斜弧型的 所以侧边看起来线条会很赞 下半身这条工装旁边有抽皱的裙子呢 是来自我这一次去韩国的时候购入的 这个是在东大门买的 他旁边这个抽皱你也是可以选择把它放下来 变成是一般那种A字裙 然后像我这样子把这个抽起来的话 真的感觉又不太一样 包包的话呢 背的是我最近真的很爱很爱的这个可颂包 我这个尺寸是小号的 这个空腹圆的我们来买个蛋糕 好好吃喔 再我们决定挑这个 先买个可以选 我们先来放蛋糕 再来拍照 文心说吃饭前要来先吃这个 就在旁边了耶好方便喔 他一定会选很久 我们两个都点凤梨冰 就是凤梨加个珠梅 腌汁虾鱼辣椒 你的主角还没来 你们要拍上我们的 有 我还是拍下 我已经吃了耶 而且我往前 你干嘛 你帮我吃点 你开始会让我碰到 我今天拍照也拍下来 拍下来一个 我还会帮你加30岁 他自告奋勇 要帮我们剥虾 于是呢 你知道你们这个吃了 我喷起来 我就把围兜兜弄伤了 我怕被喷到 眉道都在那超认真的拍 我们两个完全在旁边袖手旁风 等照片就好 我都已经快吃饱了 还上了两道 一个是春鸡 然后另外一个是 鸭胸 看哪个还在拍 好像刚杀完 不然是剧还是电影 它是台剧啊 所以我觉得天黑景秘延还是最好看的 天黑景秘延是什么 那很台剧 可是我也没 好拍 我也好拍 你可以吗 换你吗 我就没银 还真的要想活在干嘛 我也想要我的手 祝你小爱你快乐 好漂亮哦 快乐 好 有铁背吗 应该没有吧 一二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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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不妥贝 好 不妥贝 一 二 三 我要打拍照 你看 要拍 要拍 大家我已经到家了 然后今天去吃那个野驴小餐馆 我觉得前两次吃的时候 比较觉得好吃 然后这一次吃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还好 不过我真的觉得那间餐厅好像蛮是庆生的 好多人都会去那边庆生 因为可能很好拍照 今天就是帮饭过生日 这已经是我们一起过的大概 第六个生日了吗 好像是耶 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然后一直到现在 每一年都有帮彼此过生日 好的 然后现在要来 上我的精华 我刚刚也已经用化妆水擦拭过全脸了 早安大家 今天好不容易呢 是一个可以一整天待在家里的日子 前面几天都还是有出门 然后我自己呢 是非常非常需要那种 可以整天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要好好做自己事情的人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一点 然后今天呢 一样就是要认真的在家剪片 剪那个韩国之旅 然后我昨天晚上剪的时候发现 我那韩国之旅的影片 好像可以分成两部上 一部是首尔 然后另外一部是 后来我们跟Mindy还有Coco安 她们去釜山的影片 还好有一支拿起相机 猛拍狂拍 那个片场足够 分成两支影片 现在一压下进行早上的保养 今天天气比较热一点 然后我觉得皮肤已经没那么干了 所以我只会用一管而已 天气热开始比较容易出油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华真的是很清爽那种 好的保养完成 然后现在就等我的午餐到 准备出午餐 我刚刚保养完之后呢 去擦乳霜的时候 就近距离开到我的皮肤 我真的觉得 好像真的比第一天的时候 亮白跟平滑蛮多的 大家有感觉到吗 我刚照镜子的时候 是真的有被我现在 此时此刻的敷矿给惊验到 我今天叫了猪忌 我每次吃猪忌呢 都会点酸辣汤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 招牌胡须面 我刚刚一直都在剪片 然后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想说来做一个我的 美甲课作业 就是呢 我应该有拍到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用这个假手指 这个其实有点恐怖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 哦 竟然会用这个假手指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 这个假片呢 黏在假手指上面 然后你在施做的时候 就可以想象成这个是别人的手 作业的话呢 因为我们第一堂课学的就是 如何修各种不同的形状嘛 有学什么方形啊 还有方圆形 橢圆形 杏仁形 以及T形 所以老师就是说 这五个形状呢 你要各做三组 然后在做的时候就是要戴口罩 因为它会有那个粉尘 我之前自己做的时候 都没有再认真戴口罩 先来前置作业一下 把这五个手指 按照顺序排列 因为它上面是有编号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哪一个手指是 第几支 这个胶它其实是透明的 要把这个红色的地方撕掉 各位我已经完成一组了 就是这样子 五个不同的形状 给大家看一下 库巴 方形 方圆形 橢圆形 然后这个是杏仁形 跟T形 跟大家分享我刚晚餐呢 非常非常的想要吃 泰克鸡排 然后我就订了 可是我七点订 然后现在都已经八点半了 它才送到 天哪 这应该已经凉掉了 没有猎人哦 没有祭司哦 玉女手楼 这朗队都适合 你那天可以带到的话 顺序会明明说 你可以自己错哦 你不要玩错哦 没问题就请圈 你脚 一样用极光精华来保养 早安大家 我今天呢 要去剪头发 跟稍微探一下 发各个地方 所以呢 比较早期一点 然后衣服都已经换好了 我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就是半年之前 才知道 自然卷呢 你可以探一个叫做 缩毛矫正的 就是类似烫直的方式啦 让你的头发看起来 不要这么毛躁 然后我只要现在回去看 我很久之前 就是还没探 缩毛矫正之前的影片 就会觉得 这个头发到底在干嘛 这么蓬 还觉得自己好像有整理头发一样 然后今天想要顺便剪一下头发 给大家看 我的头发现在超长的 是不是很太长了 因为夏天你要到了 然后我觉得整个头发 看起来很长的话 会让我觉得很累赘的感觉 所以呢我想要让它再短一点点 大概短个五到六七公分吧 我刚刚已经上完化妆水了 然后今天呢 我就没有洗头 因为等一下要洗头 我平常都是早上洗头发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的 今天里面这个短袖那一搭呢 是来自UNIQLO的 它们的U系列的短袖 然后再来的话呢 是这一件灰色的背心 这一件是来自红的 也是蛮久之前的选货了 因为今天很热 可是我怕坐姿在那边弄头发 会有点冷 所以我就套了一个针织背心 然后裤子的话呢 大家看这个很酷的开口 这个是来自Mauzy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 11月的时候在日本买的 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一条 它的整个长度啊 版型都不错 旁边开这样子好像也蛮有个性的 我不确定大家觉得是怎么样 今天真的有点太热了 我现在光是穿针织背心 就觉得要被热死 还有零食可以吃 还是我刚吃了一个软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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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